9月29号,广西首个面向公众免费开放的政务窗口无线局域网络,南宁警方传真WiFi上网热点,在南宁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办政大厅正式开通。警方表示,该蹭网计划将陆续在南宁全市公安单位窗口铺开,每年将汇集来办事的200万余人。 南宁警方介绍,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,人们越来越离不开手机上网,但是受限于手机上网流量,外出办事的民众往往不舍得用手机流量,带来很多不便。 南宁市公安局经过研究部署,迅速推出此蹭网计划,回应民众的新需求。 据警方介绍,公安窗口单位免费WiFi热点,属于南宁警方构建社会资源参与的公益性质的上网通道,加上严格的管理制度和严密的安全防护系统,保护了个人隐私。 为了防止一些极端蹭网者,警方还设置了智能屏蔽恶意蹭网用户的功能,如禁止台式电脑和笔记本电脑使用等,对连续超过三天或者三十天内累计超过五天通过热点上网的设备,警方将对其实行永久断网屏蔽手段。